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oncentration 现在 当然要看它的pH怎样呢 包括它是不是strong acid 就是它有没有完全ionized 对吗 它有没有完全的蒙氧 再来要看它浓不浓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它浓不浓 所以拉乳酸是champoran solution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mixture form by dissolving 你要融化一个东西在水里面 对吗 你要融化一个东西在一个溶剂里面 应该这样 所以拉乳酸是怎样来 拉乳酸是你融化 zat的拉乳 一个solute 融进一个solvent 你看到吗 把一个融解物 融进一个融剂里面 才叫solution 叫拉乳酸 比如说 拉乳酸natrium hydroxida是怎样呢 你要拿固体的natrium hydroxida粉 融进水就变成一个拉乳酸 就变成一个latrium hydroxida了 对吗 sodium hydroxida solution 你是拿sodium hydroxida solid 融进那个水里面吗 就叫一个solution了 对吗 OK 再来 keperkatan suatu larutan 所以它的浓度 是怎样看 浓度是看 那个zat的拉乳 浓不浓 对吗 多不多 是看 quantityzat的拉乳 quantity 这个 OK 在 quantity of solute in a given volume of solution 在一个固定了的 它的 它的体积里面 比如说 50ml 或者是 OK 我讲 100ml 100ml里面 有多少的 zat的拉乳 多少的 solute 在里面 那个是叫 浓度 对吗 这个听起来 很直截 但是呢 你要记得 这个 我们才可以 做它的 formular 这是它formular的 重点 我们要看 里面有多少的 zat的拉乳 几多g 或者是几多mol 然后 你的液体 是多少的液体 它的体积 是多少 所以你看到吗 体积是在下面的 OK 所以其实 Kermolaran Kperkatan 都是浓度来的 只是 可是Kermolaran 我们可以用 g per dm3 或mol per dm3 Kermolaran 就一定是用 mol per dm3 明白吗 所以这两个 其实都可以讲 是Kermolaran concentration OK Kermolaran 就一定是用mol 所以 如果它讲到浓度 你可以用 g per dm3 或mol per dm3 要看它的题目 它会跟你讲的 所以 你看这个formule 你就知道了 g per dm3 上面是g mol per dm3 的话 上面是mol 明白吗 OK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 OK 接着 第四 这个答案在那边 unit Kermolaran 就是最广泛使用的 concentration unit 最广泛使用的单位 是 这个 Kermolaran 是用mol的 我们平时都讲了 两个mol 三个 还是0.2mol 对吗 OK 所以 最常用的是 Kermolaran 或者是 Kermolaran 或者是被称为Kermolaran 你知道吗 就是叫Molar concentration 是一样的 所以就讲这一个可以用大字母的M来代替 明白吗 OK 所以 接着 这个 Molarity OK Molarity Kermolaran 就是Belangan Belangan Mol Zat de la Root 有多少 Kermolaran的意思就是 有多少个Mol的Zat de la Root 出现在一个DM3的液体里面 因为你除DM3在下面 下面变1了 OK The number of moles of solute 就是那个solute 有多少的Mol Present in 1DM3 of solution 所以答案在这边 可以check一下 OK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 其实我们可以转换了这个 我要从Mol per Dm3 换Gram per Dm3 可以 要从Gram per Dm3 换回Mol per Dm3 也可以 知道吗 只要 所以你看从Mol 要换这个的话 乘它的Gesimolar Molar mass就可以了 要从这个换回去的话 除就可以了 OK 那是一个formular 对吗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有没有 OK 这个 这个是它解释吧 OK So Example 5克的 Purper gel Kalium Hydroxida OK 有5克 Solid Potassium Hydroxide 溶解在500Cm3的 蒸馏水 它叫我们算它的 Kermolaran Larutan Kalium Hydroxida 用Mol per Dm3 所以你把5克 变Mol先 对吗 所以你看 它的步骤是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 你会要的 你忘记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先做浓度鲜 一样的可以 它先做浓度鲜 它拿 多少克除dm3 对不对 所以它拿5克除dm3 所以5除500Cm3 就这样办了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写一下 5除500Cm3 就是多少啊 我的Calculator 等下 我去拿一下Calculator Post OK啊 所以你来看一下 这个啊 我把去换我的笔了 OK 所以它的浓度 我们可以先做它的浓度先 其实你可以先把Gram换Mol也可以 你直接先 这样也是可以 就是 5 哎呀 这么这样出的 这个 OK 所以5 太细了 你们看到吗 5除500 OK 500不可以啊 它是dm3 所以dm3的话 哎 的笔 ok 所以它 500Cm3 所以 这个你要记得的是 1个dm3 等于 1000 dm3 对不对 所以 现在你是 Cm3要变回来吗 对 所以是0.5 对吗 0.5 dm3 OK 所以这个是Gram 这个是dm3 对吗 所以浓度啊 你可以按calculator啊 5除0.5 OK 10 我们知道 是10gram per dm3 OK 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 是它的 要换成mol了 对吗 OK 这边擦掉 所以我们把这个换成mol 就是直接拿来除 JMR KOH 就是它的GC Molar relative 那 所以直接除这个 所以你拿它的 10 OK 除 它的KOH 就是39 加16 加1 是吗 40 加16 就是56 OK 所以答案啊 0点 小数点啊 17 85 OK 857 所以我敬畏一下 这个就是mol 和dm3 OK 只是这样罢了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你可以其实 从一开始 你先用 Gram 你知道这个 Gram 你先把Gram 变成mol 拆除dm3 也是可以的 知道吗 所以你看 5g 几多个mol啊 5g 你要把它变成mol OK 那个你用回之前 我不要讲那个先 给我擦掉了 这笔真的有点难用 还不习惯我用新的笔 OK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来做一桌 Dugasan 5 先 OK Dugasan 5 等一下我再讨论一下 那个答案 所以今天我们会到Dugasan 5 OK